我們等於是第10次 第11次上課 所以我們上禮拜主要的重點就是 繪製圖表的部分 其實現在因為趨勢 大數據分析的結果 通常當然也許以前做出報表 但現在的話慢慢 大家想看的也許就是 除了報表之外就要看到圖表 OK然後讓他越容易理解這個數據 這個 背後的意義 然後用圖來表示當然相對的會 比較清楚一些 因為你直接看那個圖的高低或者比例等等的或者是一些相關聯的關係 或者是等等的 那其實當然相對會比用數字來的 容易理解 我想這也是趨勢 如果說今天我們的需求 是希望很快可以把那個數據 從也許網路上抓下來之後的話 可以快速的繪製圖表 這個動作的話那該怎麼 那另外的話繪製圖表 比較麻煩一點的地方就是說 可能裡面如果你要 產生大量圖表的時候 那當然呢 你要會需要 就是鑽血對應的程式 那當然現在比較 常見的也許當然就是 就是 最早 像R剛推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R語言出來的時候 其實當然很多人用R語言來繪製圖表 OK 那慢慢的話現在好像趨勢那個Python 也就是 蠻多人在利用那個Python繪製圖表 其實用Python的話一樣 可以 快速的把你想要 畫的圖 你想要給他資料 然後他可以自動幫你把那個對應的圖給繪製 出來並且存一個檔案存一個圖檔 好幫你做輸出 那當然你也可以再結合Python 把那個圖檔直接放到 Python裡面 將來如果要做一些簡報敘述的話 那其實就可以很快的 可以讓人家理解 那 或者我 不過 我覺得以SEO本身就已經有很好的那個繪製圖表功能 我想說 何必要捨盡求遠 只是說這部分 這個提供相關分享經驗的其實導案 蠻少的 所以我就把這部分 稍微 再做一些整理 所以有些功能 可能你們在網路上搜尋 不見得可以找到 這個 比較好的參考 因為網路上提供的相關訊息 大部分還是停留在那種 用滑鼠鍵盤的 就是圖法令剛剛那個階段 那當然如果你今天做的 圖表數量是比較少的 是還可以 負荷得了 但如果說你今天 圖表的數量非常的多 比如說我們 後面會舉個例子 比如說外匯資料 外匯資料假設說我對應的 這個 貨幣 不是只有台幣 對美元 可能還有對其他的貨幣的話 那如果我希望快速的把所有的圖表 一次全部 繪製出來的話 那該怎麼辦 OK 就大量的 可能藍數 至少超過10個 另外的話 如果你下一次還要重新繪製 比如說隔天 他要有個新的匯率 那新的匯率當然會產生新的圖表 那勢必你就需要把舊的圖表刪除掉 然後快速的大量幫你把它產生出來 那這樣的話當然我覺得 還蠻方便的 馬上看圖就知道了 不然的話你每次看那一堆數據 說真的 數據背後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其實有時候看半天還是 不知 不知道 不知所云 OK 所以有的時候 我覺得圖表這部分 可以 再花一點力氣 把這部分 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另外當然 未來其實也可以 怎麼樣 把它直接繪製在 同一個工作表 比如說類似像那個 現在有一個 蠻流行 蠻夯的一個軟體 叫Power BI 我一直強調 如果你沒有用過這個軟體 其實不妨也可以去把它下載 它有免費版本 它叫Power BI 那這個Power BI的話 它實際上呢 就有點像我剛剛講的 Power BI這個 不是PI 是BI Power BI這個 就是一個軟體 它本身好像就 它所謂的 它現在有個名稱 它把它取名稱叫資料視覺化 其實我們做的事情 跟這個Power BI 底下還有一些影片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 另外它還可以 還可以下載 我印象中 它這個免費的 免費的版本 你也可以去下載 它一個免費的版本 可以去把它試試看 叫Power BI的這個部分 Power BI的話 它裡面當然 這個相關的說明這邊也有 其他一些 那裡面你可以去下載那個 Power BI裡面的話 它這邊有個免費 免費開始 你點這個 它應該有一個下載 下載那個免費的版本 你可以去找一下 這個版本把它安裝起來 它主要的作用當然就是 你先把資料先取得 取得之後 就再丟給它 丟給它之後 它就會幫你把你想要繪製的各種圖表 有點像那個 進階版的那個 這個樞紐分析表 裡面大家如果細節 類似像這樣 比如說 你的 什麼 這應該是 一個 你要的一個產品 然後產品的 怎麼講 Net Sale VS What If 分析 那裡面的話當然有一些相關數據 What If Store 哪一個 應該是哪一家商店 應該網路商 它是網路販售的 然後 等等的 它這邊有 有數字 銷售金額跟那個 銷售的圖 另外它可以跑出 相關的這個 折線圖 比如說 這個應該是時間吧 哪一個時間 然後銷售的情況 高高低低的 有沒有 上面當然 你可以還可以有個拉桿 可以讓你去調整 花禮符 OK 等等的 它類似有這種 可以讓你去做相關的應用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 有時間的話也可以 把這個 它這個版本的話 如果你是那個 進階的版本的話 像這個Pro版本 我印象中好像是要錢的 如果免費適用 好像是適用版 它有一個是叫什麼 查看所有的下載 你可以看一下有一個叫Community 它有一個 Power Distag 桌上 甚至它有一個是行動版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想要 查看所有資料的那個視覺化結果 甚至可以在手機上面可以觀看 這邊的話Power BI 這個下載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把它開起來 看它Story 那這裡面的話你可以再去下載找找看 我印象說裡面有一個是叫 這個 就是Community 的一個版本 其他的話相關的那個什麼呢 到底 這個Power BI 比是有強在哪裡 這邊有一個在說明 也許你可以 自己稍微觀看一下 但是我自己使用的心得 我覺得就是說大概各有各的專長 只是說Power BI裡面 它沒有一個可以撰寫程式的地方 也就是裡面沒有像Excel裡面有VBA 可以 做一些程式的撰寫 那變成說有一些功能 但如果它有提供給你你就做得到 但如果沒有提供給你 有時候你要客製化當然就是會有問題 這個大概 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上個星期的話大概我們就是 這個 做了 等於是把那個前一次的部分 再延伸了 那當然 主要是錄製那個支條圖 並且修改 另外還有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相容於舊版 因為呢 我們現在用的版本是2016 但是如果你今天用的2016 錄製的聚集 你要在2010以前的版本使用的話 那可能會有相容性問題 因為沒辦法RUN 因為它錄下來的這個 把這個新增一個圖表也叫什麼 Char Add 它後面是2 如果是2的話 那當然 如果你在用在舊版本會出錯 那是怎麼辦呢 我上禮拜有講 OK 另外的話呢 做完直條圖之後的話 那我們當然就做那個 這個所謂的圓形圖 不過圓形圖呢 它的複雜度呢 又比直條圖高很多 總共我把它分三段去錄製劇 因為 如果你一次做完 除非你功力夠 或是的話你錄完之後 你實在是不知道錄了什麼東西 完全是看不懂的狀態 所以我是建議 如果假設你對於那個錄製劇集 不太熟練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分三個階段 來完成這個圓形圖的製作 第一階段也許就取得那個什麼 取得資料 所以好像錄下來最後其實只是兩三行吧 另外的話呢 當然 就是第二階段就是把那個標籤給做出來 所以標籤部分呢 怎麼樣把它加上 另外的話 再把那個什麼 某一個區塊 比例最大的 把它怎麼樣把它挑出來 最後做出來類似像這樣子 把這一塊給挑出來 那 所以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再繼續來看 所以請各位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那個 圖的部分 先打開來 我大概秀一下 基本上就是 上禮拜先直條圖 然後再把 這個直條圖 直條圖的部分呢 再做一個圓形圖 圓形圖的部分的話呢 大概我有分成那個 2016的版本 跟那個 2007的版本 比如說我用這個把它執行 這個是錄製的把它修改一下 這邊又多一個 等於是兩個圖 那今天的話呢 再來 我來繼續看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齁 你